早安8點25分來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今天台灣各地有大多是多雲倒晴的好天氣 倒是午後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山區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不過現在這一週的天氣主要是太平洋高壓勢力 逐漸犧牲主導我們的天氣形態 這一週天氣晴朗炎熱 那麼第12號颱風奧曼斯 它對台灣天氣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它加速的往北回轉 而且強度是逐漸的減落 即將要遠離我們了 而正在颱風遠離之後 未來一週台灣位於高壓的邊緣 所以天氣是比較炎熱的 溫度方面各地高溫大約是32到35度 在南投縣 雲林縣 還有花東縱谷 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尤其今天是24節氣當中的除暑 這照道理說暑氣到這個時候就要打住了 但是在台灣的天氣並非如此 還是非常的熱 所以有人也說這可能就是秋老虎了 那麼午後容易會有一些局部雷震雨 不過在水氣的部分 今天的確降雨的量 還有這個範圍都逐漸的縮小了 主要下雨的時間點是落在下午 這山區是比較明顯 午後的雷雨通常伴隨一些短時強降雨 所以外出要特別留意天氣的變化 尤其如果你是前往山區遇到雷雨的話 盡量避免在西邊附近來逗留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那麼未來的一週天氣氣象局公布了這張圖 來告訴您主要是高壓逐漸的犧牲 晴朗炎了午後局部雷震雨 大家要防曬多補充水分了 主要是在週一的週二的時候偏南風 各地是多雲道晴 台灣都是在高壓的一個邊緣 那麼台灣附近會的風場逐漸由偏南風 會轉為偏東南風 高溫悶熱 附近的水氣相對稍多 各地午後仍然有局部的雷震雨 而各地山區近山區的平地 午後都要留意有一些的局部大的雨勢出現 溫度方面未來的一週在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 天氣是比較晴朗的 我們帶您看到各地都可能像北部地區26到35度 中部地區高溫有到34度 南部地區也有34度左右 那麼天氣晴朗的情況之下 大家要盛防高溫所帶來的中暑風險 各地中午前後高溫都有31到35度 局部地區甚至可以達到36度的極端高溫 提醒您要多加留意 以免有熱傷害